61萬的意義在哪裡 你看 我想正如戴耀廷所說 這是一個歷史上很難想像有六十多萬人 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而且他真的要走到去 拿一個身份證出來 還要拿一個地址證明 我也看到一些個案 他是沒有帶地址證明 然後回到家 拿去下來 再來 都有很多這樣的個案 我覺得這個說明了很多問題 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你可以說香港人其實可以很理性地運用他手上的權利 現在大家知道這次初選 在憲政上沒有一個約束力 大家只是幫民主派做協調 但仍然有六十萬人出來 反映到大家對當前的氣氛和局面 確實有很多想抒發的動力 我看到一些跳站 例如在元朗某個跳站 看到有三百多人排隊 烈日當空 排出了面 但那些人是沒有投訴的 很溫和的 而且沒有埋怨的 我覺得都是在反映著 而且你看到有個特點是有腦有亂 有腦有亂 我也跟有些人認得我 就聊聊天 我有一種感覺就是 你不要以為支持素人 本土派那些一定是年輕人 事實上是越來越多 好像戴耀廷 我那樣的年紀的人 會覺得都需要給一個機會 有些新人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選舉結果 其實都可能反映到這個結果都不頂 不只是因為那個機制令到一些傳統民主派可能會失利 是可能個別投票的人的心態都轉變了 我觀察到是 因為星期六那天 我差不多整個屯門 天水圍園都走了 幾個站都 也有很多機會跟這些人談 我覺得這種 在國安法之下 香港人是有一種很強烈的 你說他很不安 又不治於 但總是有些焦慮 但這種焦慮轉化成為一種要爭取的機會 我不能遊行 我就透過投票去表達我的看法 有些人就主導這樣跟我說 我是聽到局長說話 或是看到你們星期五晚被警察這樣滋擾 我才決定去投票 也有很多問題 戴耀廷這61萬 對於政府的警號是什麼 回到你回答問題的意義 當然最直接的就是 有了61萬的民主派支持者 表達了他們的意向之後 協調的結果 我相信參與這次初選的各方 要不遵從得出來的結果 機會率會上升 即是約束力更大 我相信認受線的約束力會相當強 即使有人要背離這個協議 其實他自己是冒上極大的政治上的風險 甚至乎可以說是政治自殺 如果他這樣做的話 即使他真的參選 當然沒有人可以阻止 根據香港法例 我們也不能阻止別人參選 他參選 沒有人能阻止他 但他落敗差不多是必然的事 因為他保住自己的基本盤 但他沒辦法可以贏到選舉 贏到議席 哪怕是傳統大黨 沒錯 我很相信 因為剛才也說 我們觀察到整個情況 已經是整個民主派陣營的支持者 那個意識是一種轉化的過程 接著就是 剛剛也提到 市民是去表達了透過這個投票 其實都是一種政治表態 各種的原因 但肯定是一個政治表態 其實你跟60萬人參與了的一個遊行 其實是近似的 不過只是分了在二百四十幾個地方 大家在不同的時段聚集 然後透過一個終極和理非式的表達方法 去表達一種政治立場 政治表態 這是當權者要想的 就是在國安法之下 你不讓我們遊行 不讓我們集會 但是民間是可以很有智慧地 我們去用我們的方法 來去給市民這樣的聚集 這樣的表態 那就是你要怎樣看以後的管治呢 那麼再長遠一點呢 就這個機制呢 昨天鐘亭博士都說了 這個是第四代的機制 那麼我們是 即刻已經在計劃中 做第五代的機制 令到剛才說的各種問題 會處理到更加好 那麼第五代的機制呢 現在就會成為了一個民間去就住一些公共議題 表達我們的立場的一個機制 那麼這個因為有了這一次的初選經驗 因為初選這次的安排呢 是要在地區啊 我們要培訓很多義工啊 也都市民也都參與的經驗 你想想有六十萬人有一個直接的經驗去參與一個這樣的程序呢 將來如果我們繼續開發那個系統下去呢 所以這次的投票呢 其實已經是超越了一個民主派或一個政治組織 自己是去進行投票的一個那個意義 而是成為了一個香港的公民社會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決策 或者進行一個決定的一個機制 那麼這個是我覺得這個意義是更加長遠的 對香港未來的民主發展呢 是有更深遠的 當然這個是要繼續我們去努力堅持下去 去開發第五代系統 是不是覺得有一點點守得雲可以見月明呢 即當初的你可能搞商討日等等 都會有一些機笑的聲音 那麼現在去到一個成熟的階段 我就從過去那七年的經驗呢 即使我們在某些情況上做到一些成果 就要用一個高峰 就跟著立刻來就會強烈的打壓 就會進入一個低谷了 所以現在你說叫做一個高峰 我其實已經心裡準備了 跟著來的打壓是非常之厲害 我們可能會進入另一個低谷 但是呢也是過去經驗 每一次的低谷呢 其實比我們積聚能量去進入下一個高峰 那麼今次能夠去到六十一萬 其實就是過去幾年呢 我們都承受不少的打壓 那麼包括了在反送中時期的很多的打壓 那麼就爆發了今次的高峰 那麼所以我們都在高山低谷都是繼續走的了 那些聽眾都比較擔心 我投了票之後 假設警方又在你們上來 香港文化研究所那裏又查過 又拿了一些電腦和資料 他們昨天投票的個人資料 會不會被人拿走了呢 你現在問我 我只能這樣回答你 那些資料在哪裏我現在都不知道 我昨天都看著監票看著他們處理 我們的過程都很精密的 第一就是我們不會等到現在的電腦裏面 第二就是當我們那些技術負責人員 把那些在雲端的事物器的資料下載了之後 他即時就會截斷那部電腦的互聯網 然後將那個資料抄到另一部 完全沒有互聯網聯繫的機器裏面 才進行這個計票 計算完票之後 現在就因為等到那些紙張票才一次過公佈 那些有紀錄的USB和手指 分開了幾個不同信封 簽了名字 封存了 然後交給不同的人保存 還有我們已經封存了 簽了名字在哪裏 那現在那部電腦和那幾個USB去哪裏 我們都... 你都不知道 至少我不知道 至少我不知道 我想在這個過程裏面 能夠清楚知道 分開了幾個東西 去了哪裏的人 我想一個都沒有 是分開了幾個有幾份的 我們都說了 就是在所有的票數 計算完 紙張票和電子票 一次計算完 清掉那些重複和有問題的個案之後 所有的個人資料和數據 都會全部清除了 不會再存在於這個... 雲端都不會有的了 我們會清除了 再加上大約跟妳說了 現在用的方法 基本上你要砌那個人出來 是沒有可能的 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擁有了 所有香港人的身份證資料 那個機構 那個機構 這個就是哪個機構 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政府才擁有的 所以我們很有信心 這些資料會很小心處理 第二 就算星期五那天 我們完全沒有準備底下 我們沒有想過這樣 當然我們也發覺有些事有QK 上星期五就有個黑客 曾經黑過電腦 看到過萬個警察的資料 接著我們的IT顧問 看過之後 沒有黑客進來 但是到了星期三晚 局長就說我們違反國安法 星期四晚 那位黑客又在另一個平台 又再說一次 其實當日我們已經收到私隱專員的信 也有警察上來問過 我們以後問完就沒事了 誰知道他隔他一天 星期五六點幾 九個警察衝上我們黃竹坑的中心 幸好當時我們相關的數據和資料都不在那裡 所以便找不到什麼 連選舉安排的相關資料都很少 即是他們是不是去錯的地方 你可以這樣說 我們不是刻意要引導他們去錯的地方 而是我們都很審慎地處理這些資料和數據 如果簡單總結一下 你覺得整個動作 是不是一個明顯地打壓 投票前要特意一下大家的動作 你會不會這樣看 我作為當事機構 我就不想作這些選擇 不過我覺得 你看完剛才我講的事例 以及這麼短時間 有這麼多相關的事件 局長說你違法 還要說哪幾條 然後過往很多這些涉及私隱被人欺負的例子 都是私隱專員去問 問完之後 當沒有涉及影響業務的情況下 才會上來處理 這次不是的 直接拿著法庭首領 初初說到要把我們所有電腦拿走 初初是這樣說的 我不知道它的用意在哪裡 你拿走所有電腦 實際上癱瘓了我們正常的日常工作 不得已 你拿走所有東西去的話 我怎知道你將這些資料怎麼用 所以我們當時很快 就有一些法律顧問團隊 就馬上走過來 幫我們看著 一直跟那些 處理那些事的警察去爭辭 到最後可能他們都發覺找不到東西 他們逐個電腦 逐個都會做到檢查 可能找不到他們想找的東西 最後才說不拿電腦走 抄了一些東西走 所以我覺得一連串的事件 如果有公眾 會覺得 都是想傳達一些訊息 讓這些人不要出來投票 或者說 讓你擔心我們的系統 會洩漏你的個人資料 或者說 給一個很強烈的政治信號 覺得政府會全力打壓這次活動 你明天出來投票 我可能會搞你的 可能有些訊息 有些聯想的話 我覺得可以理解 但要停滑 你容易說 會不會有這樣的訊息 有這樣的意味 我也不想這樣評論 我只是這樣說 如果是警方所作的行動 而實際上 阿鍾Sir也說 也不少人說 昨天出來投票 都有部分人 因為警方的行動 而導致他們要通過投票來表態 一是一種不幸的事件發生了 對於特區政府來說 另一個可能性 就是一個很愚蠢的行為 產生了某種後果 我只是這樣說 會有這關 會不會有房子 我只知道 會不會有工事 我也是不幸運 會不會有本事 很開心 其實會不會有 會的話 我不會有 在我一個次請 操作 目前為止 有一個